到底要怎样才能终结这世间战争 曾经常门的答案是恐惧 如今搬运的回答是梦境 当无限阅读成功施展 红月之下 众生入梦 六道般满是星月已了的释然 他妄想仍然冥顽不灵的明左等人 劝解道 我从忍者漫长战争历史中 已就是着身份消除而争斗 切受现实吧 一切都结束了 可觉在他说话间 有道黑影正在接近 惨白的皮囊上覆盖着化不开的黑 漫长千年一晃而过 野心家男眼心中狂喜 现在真是复活母亲的最佳时刻 去如黑爵所说 即使是战斗已成本能的班爷 大忌得逞后也难免松懈 而这转瞬其设计会已经足够掏心历史再次重演 然而眼见就要得手 某些无限的存在却制住了黑爵 所有谋划功亏一篑 班爷暂对意料之外的背叛感到无比震惊 当他在睁眼时 已是杀气笔漏 你在干什么 黑爵 你要背叛我吗 若不是有轮目监视周围的一切 还真有可能让他得手了 班爷暴怒之下 将赖尼斯黑爵从带堵身上强行私下 而后子掌中抽出黑棒 把黑爵思路拼在地上 先是带土 再是黑爵 班爷感叹竟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队友 到最后 还是得亲手收拾残局 话音未落 左助于天守力率先抢攻 又到班瞬间察觉拔地而起 眨眼已在百米之外 同一时间 六枚球盗鱼不知从何飞来 重回班爷身后 左助立马意识到 班对于球盗鱼的操控 似乎早已超越70米的极限距离 名人 歹徒又交给你了 此时卡尔西突然叮嘱道 明白了 卡尔西老师 急分未尽 六道先行 名人如一道闪电直奔歹徒 嘴里大喊着让左助配合 但班怎么可能让他们轻易如愿 他居告零下 一三枚球盗鱼封锁名人的去路 但黑球再快追不上光的幻影 多重外挂之下 名人的急速早已超越古今 同时左助同一发动 目标是毫无生命机箱歹徒 此时的六道班再想补刀 已经迟了 接连两个黑棒落空 带徒被传送到名人面前 只短暂接触 扬断之力汇入体内 片刻后 带徒悠悠醒来 卡尔西建议把好用 苏尼神威空间让小鹰治疗 走出见状挺身而出 你们先走 我来阻拦他 班并没有将众人放在眼里 他随手接触一枚球刀玉 黑球一阵变形延展 眨眼间画作手中漆黑的六道缠杖 那么就用一场大声为 月之眼计划画上句号吧 今天谁也别让逃走 无限阅读才是你们最终的归宿 左柱只来即再次提醒名人快走 板悍然出击 作为跨宇旧时代的战斗天才 他一眼看穿左柱轮回眼的能力 并有了各个击破的决断 第一个便是你 与直播左柱 凝蛇雷盾击让缠杖 更壮生还未传远 便淹没在随后惊天动叠爆炸声中 你的速度变快了呢 左柱 左柱却充耳不闻 只是不断反击 不断进攻 任刀影乱舞 残杖争锋 两人都没有动用其他的手段 简易最纯粹的技巧比拼 双方交手数招后 斑猛地将残杖插入地面 他率先找到了走出招式上的破绽 几乎不带思考 这位厮杀医生的男人就本能色地做出了最优解 直言他飞升一击回原梯 左柱的攻势立马被迫 并且这一脚所附带的蛮力惊人 左柱身不由己的朝后倒飞了数十米 但这也给了他缓冲的机会 结印不过瞬息之间 草召的烈焰汹涌而至 看着眼前的火海 还也有些无语 这样的说他早已经不用了 愚蠢的晚辈 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火盾吧 草召烈火燎原 如是江流入海 相比于好火球 好火灭却强大了何止十倍 在绝对力量面前 就算有自古对博左边说的理论加持 走出也没有办法应接这一招 一面倒的火势很快吞没了好火球缝制跟进 走出立刻开启虚左能呼 身子的能量护住本体 名为武士展翅高飞 倒有一种浴火重生的华丽 但他刚脱离危险 名人就感受到了来自班的恶意 其实不用名人提醒 走出也已经看到了轮幕 可他已经躲不开了 这完全是战斗经验上的理压 四股一切都在办一个计算之内 这只小鹰和带赌圈在身后 百豪直出的条文已经蔓延至带赌全身 他让名人先去帮助走出就好 不用顾虑这里 名人欣然应许 然后奔赴战场 阴与阳 雷与风 无须多言 默契人在 名佐分立在六道班左右 三人一时沉默 接下来将是一场决定世界未来的决战 下一刻 两位后被一人抢攻 班的眼神依旧淡然 直到他一手一个接下两人合击 其心地的狂傲才随上的嘴角逐渐流漏 左助撇尖刺班身后出现了四位风声 赶紧提醒名人 因为轮回也可以看到他们 左助有惊无险地避开了 但另一边名人只能凭借恶意大致判断位置 贴身肉搏仲未能躲开全部攻击 吃了个小亏 班爷乘胜追击 一掌暗下 想要一举夺走名人的伟兽之力 刹那间 乱石纷飞 严惩断裂 接人的连环爆炸不曾停歇 中心处名人压制班的同时果断反击 但是被班倒下了 两人确定了彼此战役而言的眼神 然后互相打起泳春 兼顾力量之刚及技巧之柔 攻防转换不过一招之间 不再是相互对拨改写地形 借力谢力 均是多年战斗机的汇总 毫无疑问 在这方面 名人还是太知能了 刚班话销为长扣住名人左拳 名人按叫不好 半眼睛接上权力飞踢 战没完 镜头数一名轮目分身再截一脚 将对手踹入半空 人资负后 半以虚左拳力一拳收尾 只有一半六刀之力的你 战斗下去毫无神算 六刀班喃喃自语 他召回铲杖 是还没有来及启示的名人 班也打算一口气了 截他 再看战场右侧 先前被逼推的左柱及时回原 他瞪大左眼 天手力发动 班也一时不察 被换到了名人的位置 还有他收手速得很快 否则就要被自己重创了 活左柱也不好过 日常流下血泪 强大的同力使用 每次必定伴随沉重的负担 突然 班抬头望天 头顶的无数个名人 嫌仙法及大鱼螺学完同时坠下 至群星陨落般的圣经 分身们怒喝着 奔赴末路 班也难得引众 迅速操控几枚球刀鱼幻化成盾 连他都不得不承认 这数量有些夸张了 前赴后接 分身在球刀鱼的黑盾发起死亡冲锋 纵然是阴阳盾术创造而来的 无比接近世界本质的物质 居然也在破碎崩解 同时他还不得不留意一下 身后的羽之波小子 千鸟滋滋作响 丢到半有些烦躁 你就那么喜欢绕后吗 拽他回头的一瞬 终于 黑盾不堪中斧破碎成渣 身后更有千牛强制 来自上下前后的夹攻分子去弱 难道胜利就要在此绝出了吗 答案是 绝不 出乎意料 却又在情理之中 火影后其各种先法评出 轮火影的基本技能却是销声匿急 如今回顾以往 强大赤裏以半为中心爆发开来 冲击波所过之处 留下的即使是在百米高龙都清晰可见的圆环 神威空间内 漩涡扭曲成黑洞 逐渐显露出带土的脸 他感慨刚才幸亏神威勇的吉时 不然卡尔西和小鹰也会受到波及的 观战局实在是太危险了 说话间 外界已经尘埃落定 六刀般毫发为伤 明恩和左珠也不够被弹飞了而已 战斗再次回到了原点 有了刚才的危机 反心生警惕 虽然不知道你们从哪里得来这力量 但的确 有点难缠了 他再次劫印酝酿先法 明左立刻将后背交给了彼此 因为左珠看到四名轮目封声 分散在四周 明恩也感知恶意察觉到了这一情况 那么 来尝尝这个 谁也别想离开 半夜举起右旋隔空一握 四位封声之间 忽然涌现雷电连城方阵 这招名为 仙法雷剑鞭玉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此乃雷田的牢笼 六刀般即刻激活 雷剑骤然收缩 卢树直言的电流蔓延 连人大半个身体都被覆盖 持续的高压电流之下 麻痹敢剥夺 他们对生铁掌控 连左珠天手离都因为视线模糊 无法聚焦而失效 班不再犹豫 口吐激光 蓝盾光牙扫过前方 连同雷电与敌人一同斩断 片刻后 班仔细感知 对面查卡拉已经消失了 他们应该已经被砍成两半了吧 他格外谨慎 继续等待 果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自那魏三烟城中 有根眼说禅杖若隐若现 上边缠入着盘雷电 此时掌控他的 是恢复了部分力量戴徒 他解释道 雷剑边域的电流 都被他已求到于倒向了大地 而明左两人 现在也已在神威空间之内 说到这里 戴徒顿了顿 他想起零层说过 加油啊戴徒 成为火影 拯救这个世界 这班期许 足以只让他打完这场救赎之战 他的笑脸足以激励他拼死一搏 这次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戴徒与其坚定 舍弃所有伪装 曾经的梦想与感情充斥胸膛 戴徒昨眼也变为万花筒险轮眼 这发出乎 伊丽要神威瞄准班的头部 虽然班爷 靠着仙人级的反应 偏头躲过了要害 但他整个右臂 还是被神威截断了 几乎就在同时 戴徒再次登大双眼 但这一次却不是为了攻击 半空中有个螺旋似黑洞 正在成形 随后天降 居入遮天蔽日 威装须佐能呼覆盖九尾体表 就以着自身而下的一刀 来砍杀六道之躯吧 同一头尾兽 相似的虚佐 面目早已陌生 班爷远远望去 满眼都是自己曾经的影子 这用法 不都是他当年完胜下的吗 那就以虚佐决胜好了 幽兰查克拉构建海骨 宁威装甲 面具浮现 羽翼展开 查克拉构成了长刀 在其手中生出 甚至天才的班爷临时起义 将来自音断雷电缠上了双刀 而后完全与虚佐奔向天空 对战威装久尾 看到冲击波当空扩散 谁胜谁负毫无悬念 迷人郁闷的抱怨 为什么班的这么大 佐助猜测 大还是六道之力的作用吧 班爷文艳冷笑 他自然不会解释 当同力锻炼到极致 虚佐才能达到 比肩山岳的程度 只阻挡了一两秒 威装久尾就被 完全铁虚佐一刀扫飞 三人的骑袭作战 真是宣告失败 没有任何反转 久尾就向下方的山脉 引起了波及盛广的爆炸 六道班反手再补一刀 完全没有其他反派的托尼带水 糟糕的是 下方的九喇嘛 此时还处于被 雷顿刀集中的紊乱状态 没人鼓励他振作一些 佐助无奈的解释 班的雷顿全是娴熟 连他这个主属性 是雷的人都不能幸免 更别提九尾了 他们没有时间 思考更多对策 班的剑气已然逼近 若是一波爆炸先翻群山 明佐两人身受重创 被迫退出 威装九尾合体模式 他们已经没有 升多少力量了 眼前战况实在让人绝望 你们不想进入梦境 那我只好送你们上路了 班操控山越色虚 左降临两人身前 土刀即将麾下 拽着天君一霸之际 前方时空扭曲 带土直权杖拦在双方之间 他目标来回首 眼神复杂 而他 又会带来怎样的转机呢 以上就本期全部内容了 之前白金做过六档班 别在灰烈级的童人解说 所以有作者提出 想让我帮忙醉下他的作品 原因下改写结局的梦 首先感谢大佬的信任和支持 我也很高兴 能与大家分享优秀的童人作品 因为火影员都在后期主线上 有很多让大家不满意的地方 这位大佬几乎重回了完整的结局 其中就包括六道班与民族的权力一战 以及后期的超大反转 这些我们就留到之后的视频继续介绍吧 敬请期待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